另一方面 亞洲職棒大賽在停辦兩年之後 這個月將重新開張 而且地點就在台灣 中國職棒今年的總冠軍統一師 已經訓練了兩個多星期 希望到時候能夠把冠軍盃留在台灣 今天揮出了關鍵的三分炮 出去了 出去了 放下這個叫 三分大點全累的 2008年亞洲職棒大賽 小破劉富豪這支三分炮 讓統一師在八局下 以9比4絕對優勢領先韓國SK飛龍 最後統一更以10比4打敗對手 取得爭冠資格 精彩的亞洲大賽在停辦兩年之後 今年可以再看到 而且地點從日本東京巨蛋 移失台灣的桃園與台中球場 在台灣比賽 也比較能夠有地主的感覺 跟我們台灣加油的方式 希望說這樣子的一個形式 可以就是給其他國家 對一個印象比較深刻 10月下旬拿下本季總冠軍之後 統一師已經集訓兩個禮拜 11號開始一連三天 也要和中華隊與中職的原項聯軍進行熱身賽 由於日本總冠軍會使軟體銀行 一與中日龍樂勝隊高志剛說 當然是期待和效力中日的陳偉英來對決 有機會當然是希望可以打到陳偉英的球 因為之前都是接他的球 不過如果中日沒有來 軟體來的話 一樣他們投手的選舉一樣是很高 所以基本上只要是強的投手 都滿期待的 統一師後援會也號召球迷組成 迎戰部隊在場邊加油 希望到時一起集氣 把冠軍留在台灣撒下漫天橘色彩帶 接下來沈志明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